陈妍希与陈晓的婚姻关系越来越迷 今年 无论陈妍希生日还是陈晓生日 双方都没有公开发文送祝福 狗仔对言之早早二人婚变 双臣没有任何回应 狗仔在直播中表示 陈晓去年底向陈妍希提离婚 还说他宁愿今生出户也坚持要离 但陈妍希在过去半年却婚戒不离手 直到婚变消息传出 他不用拍戏时还带着婚戒 态度很明确 我还是陈太太 陈晓生日 陈妍希不但没有送祝福 他连老公的面都没见到 两人各自忙拍戏 如此冷淡 再过去几年根本不可能发生 去年5月 陈妍希40岁生日 陈小哥儿子一同线生生日派对 一家三口还合影留念 今年女方生日 不要说合影 外界连她们有没有联络都不太清楚 而狗仔就说 陈晓去年底拉黑了陈妍希 女方根本找不到自己的老公 另外台湾狗仔葛思奇透露 陈妍希这两年返回台湾都是独自一人 不见陈晓陪伴 她认为婚变有一定可能性 对于种种传言 陈妍希跟陈晓依旧不回应 平时媒体记者都能够找到双方的经纪人做采访 但这一次全部晋升 媒体实在没办法 就到处采访那些曾与陈妍希交好的明星 想要寻找朱司马记 刚好林心如出席活动 被记者包围着询问有关事宜 林心如在婉拒回答跟双臣有关的问题之前 不小心爆了一个料 她说 今年春节之前 陈妍希曾带着儿子小猩猩到她家玩 当时陈晓并没有陪伴在陈妍希的身边 完整对话如下 记者最近跟陈妍希有联络吗 林心如没有 记者有关心她传离婚的事情吗 林心如没有 这个我跟你们一样 都是看新闻看到的 记者小心信有没有 听不清楚 林心如有呀 我跟妍希还分有一个三人群组 他们会带着小朋友来我家玩 记者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林心如应该是今年过年 还是去年年底 我有点忘记了 记者 那时候陈晓有来吗 林心如 没有呀 就是妍希带着儿子 不要问我这些了 对于林心如这段采访 港媒在7月8日凌晨发文吐槽 指她害了陈妍希 并非真闺蜜 如果林心如跟陈妍希的关系 像陈妍希与杨成林那般好的话 估计她从一开始就会直接拒绝采访 不要问我这些 而不是爆料之后才沉默 港媒这样写 好事之徒对心如的回应有无限想象 原来陈氏夫妇连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都没有合体 感情究竟有什么问题 呼之欲出 说真的 如果感情不变 当要不使传闻传出 肯定会齐心辟谣 看林心如跟老公或建华就知道 他们结婚八年 期间传过婚变 但二人频频合体放闪 传闻不攻自破 港媒指 外界都看得出来 陈妍希非常爱陈晓 她带着婚件明显就是放不下这段婚姻 现在外界给了她那么大压力 她肯定很痛苦 这个时候 林心如还直接爆料 不知道算是罗景欣灾漏或还是靠害存心害人 或许 林心如单纯觉得要让记者交差 所以才回答了无关痛痒的一两句吧 她本人没有多想 反而是报道出来之后 于情发酵了 陈晓和陈妍希 这对音系结缘的明星夫妻 曾是演一圈恋人艳羡的神仙圈里 他们因共同出演进用武侠剧神雕侠里而相识 剧中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 而戏外两人假戏真做的甜蜜互动 更是将这份浪漫延续到了现实生活中 2016年 陈晓与陈妍希在北京燕七湖举行盛大婚礼 婚礼现场梦幻为美 宛若童话世界 两人的幸福也感染了每一位道场嘉宾 婚后不久 他们的爱情结晶小心性诞生 一家三口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 先杀旁人 这段曾经被视为模范的明星婚姻并没有逃过时间的考验 今年来 有关两人感情生变的传闻瞬笑尘上 尽管双方都为正面回应 但种种迹象表明 他们的婚姻或许早已亮起了红灯 从最初的形影不离 到如今的显少同况 从社交平台上频繁的互动 到如今的沉默已对 陈晓与陈妍希之间的变化 似乎印证了那些传闻并非空虚来风 曾经甜蜜的爱情童话 如今却一似走向了破裂 不禁令人唏嘘 去年年末 陈晓向陈妍希提出离婚 这一消息犹如重磅炸弹 在娱乐圈掀起了轩然大波 更令人意外的是 陈晓在提出离婚后 便切断了与陈妍希的直接联系 所有沟通都通过第三方进行 这一举动无疑加剧了外界的猜测和议论 陈妍希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内心想必充满了震惊和不解 曾经恩爱的枕边人 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决绝 各种缘由 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而陈晓的沉默 更像是一团迷雾 让人看不清方向 他既没有公开承认离婚 也没有出面澄清传闻 只是选择默默承受着 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质疑 或许对他而言 沉默是今 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好方式 但这种处理方式 也让外界对他产生了更多疑问 在感情的世界里 没有谁对谁错 只有合不合适 当爱情走到尽头 与其苦苦纠缠 不如选择放手 给彼此留一份体面 陈晓和陈妍希的婚便传闻 在林心如的一次采访中 似乎得到了侧面印证 作为陈妍希的多年好友 林心如在被问及此事时 表示自己也是从新闻报道中得知 并透露已经很久 没有与陈妍希联系了 她回忆起今年春节期间 曾在一个聚会 上遇到过陈妍希和儿子小星星 但当时陈晓并未现身 这一细节被媒体解读 为两人关系破裂的佐证 也引发了外界对于陈晓缺席的原因的种种猜测 林心如的无意透露 无意给这场扑朔迷离的婚便事件 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 作为局外人 我们无从得知真相究竟如何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段曾经令人艳羡的爱情童话 如今已经走到了尽头 而对于陈妍希和陈晓而言 如何处理好离婚后的关系 如何共同抚养孩子 才是他们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难题 陈晓和陈妍希的婚便事件 再次将娱乐圈婚姻的脆弱性 摆在了公众面前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他们的感情生活总是被无限放大 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和粉丝的关注 聚光灯下的爱情 看似光鲜亮丽 实则充满了压力和挑战 工作节奏快 聚少离多 诱惑太多 这些都是导致娱乐圈夫妻感情破裂的潜在因素 明星作为个体 也和普通人一样 有着自己的情感需求和性格特点 当即情吞去 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 以及性格上的差异 都可能成为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 真爱难寻 且行且珍惜 面对铺天盖地的报道和 陈晓选择了沉默 这种处理方式或许是无奈之举 或许是出一对家人的保护 但无论如何 沉默的背后都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心酸和无奈 曾经恩爱的夫妻 如今形同陌路 甚至需要通过第三方进行沟通 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 也引发了人们对婚姻的深思 在婚姻的道路上 充满了挑战和考验 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努力 用心经营 当爱情遭遇危机 是选择放手 还是努力挽回 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决定 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 都应该尊重彼此 尽量减少对孩子的伤害 陈晓和陈妍夕的婚变事件 也引发了公众对公众人物隐私和关注的思考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他们的私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关注 但过度关注和 无疑是对当事人私生活的侵犯 在追求新闻热点的媒体 更应该坚守职业道德 尊重当事人的隐私 避免过度解读和渲染 对于公众而言 也应该理性看待明星的私生活 不要过度关注和评投论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选择 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 而不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陈晓和陈妍夕的婚姻故事 或许并不完美 但却真实地反映了现代婚姻 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婚姻不仅是爱情的结晶 更是责任何担当 在漫长的婚姻旅程中 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经营 用心呵护才能抵挡住风雨的清洗 当爱情吞去激情 留下的应该是理解 包容和支持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夫妻双方应该携手并进 共同克服难关 而不是互相指责 逃避责任 婚姻的真谛 在于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在平淡的生活中 创造属于彼此的幸福